广州的医院内等候看病的人不少 最近新冠病毒在广州的感染人数呈现上升趋势 大多是年轻人症状轻微 人是头痛发烧 但是对于高龄者的症状变得不一样 就是每个地下的像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 那么他这种遇到症状反倒不明显 那么他主要表示发烧 然后肺部有大片状的阴影 医生呼吁高龄者或高风险族群 应避免前往人群聚集的地方 以及尽量戴口罩 广东省疾病与防控制局公布 在7月全省新增1万8千几宗新冠病毒感染个案 较6月急增万几宗 不仅在广东 全中国大陆7月的新冠病毒阳性率也明显上升 再度出现全身防护医的大摆 根据港媒陆媒报导 北京石井山区 甘肃河南陕西云南等多地陆续举行 不明原因肺炎应急演练 这个画面再度引起当地网友关注 难道在释放什么讯号吗 是否又要开始封控 还有人直言这种演练是浪费钱 直呼不想再经历一次 因为中单的风控防疫长达大约三年 对经济造成的影响都还没消除 而官方解释 这主要是为了防止民众对疾病造成误解 以及恐慌 并非特殊原因所致 TV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